听说有一个叫蘑菇王国的地方 里面不仅房子是蘑菇的样子 就连居民也是一群小蘑菇头 没想到玩不累已经收集了这么多奇诺比亚了 玩不累又早来一盒玛丽欧 而且还是和桃花公主承包有关的 所以我提前把家里和桃花公主相关的所有桃种都组合起来了 今天只要再加上这一盒 桃花公主的后花园 这样的话玩不累也能打造一个蘑菇王国了 快点打开 这些应该就是热气球的材料了吧 一个拿着飞镖的香蕉妹 这头上顶一根香蕉还是挺有意思的 哇好梦幻的热气球啊 好了今天就快速把这个关卡组完 因为我们主要是要把这个花园加进我们的蘑菇王国里去 有热气球 有蘑菇 还有香蕉妹 还有喷水池 还有游戏 先来看看花园里的喷水池 哎 竟然还可以这样打开啊 上面还有水柱 做得好逼真呢 喷水池都是一个小机关 里面还藏着一块硬币砖 我觉得把它放在蘑菇王国门口是最合适不过的啦 再来看看香蕉妹 哇 藏在云朵里 虽然是反派角色 但看起来还真可爱呢 我决定把它放在城门的左边 就封你为香蕉妹 左护卫 那城门的右边就交给陆薇吧 大爆牙又护卫 嘿嘿 左右护法 一边一个 还有这个 拔呀拔 拔下一颗大萝卜 这应该是成了金的大萝卜吧 好像真的可以吃 先拔出来 再吃一口 哎 这是在肚子里炸开了吗 那我就把炸萝卜种在这里吧 另一边就种一个游戏吧 还有这个 一个小花房 也是蘑菇屋的形态 门口有个小蘑菇人 我猜是碧琪公主的小花匠 左手拿着锄头 右手还拿着一个喷水壶 哎 难道说这只成了金的白萝卜 是你装出来的 好了 小花房就放在这里 和紫色蘑菇放在一起 这里还有个弹跳板 嘿嘿 来试试弹跳白萝卜 哇 蘑菇屋上面竟然尝着一颗星月 耶 吃到星月星了 好了 我的蘑菇王国快要完成了 最后再把热气球放进去 而且你们看 热气球里面真的有一只小火球在发热 这设计太有趣了吧 做上热气球出发了 最后 碧琪公主回到了自己的城堡 哇 小粉丝们 到目前为止 马里奥这个系列 所有跟蘑菇王国有关的套装 都在这里了 感觉把这些组合在一起 和电影里的当然没得比 但是作为玩具 也足够壮观了 小粉丝们 如果真的有一个蘑菇王国 有一群重吵到晚舟 叽叽叽叽的蘑菇人 你们会想去看看吗 好了 喜欢这个系列 别忘记帮我点个赞哦 拜拜 by bwd6